這行動電源從裡面燒的焦黑 不能想像當時有多恐怖 連桌面牆壁都遭殃 睡得正香 放著充電卻突然爆炸 我怕那些插座上面會變更嚴重 所以我就是趕快先把它拔起來 那時候已經有火 然後拔起來之後就 因為它躺在裙頭火 就直接先放在地上 然後後來又 應該在地上又爆 所以就噴到 手上腳上都是傷 一早下醒 擔心在插頭上會繼續燃燒 男子鼓起勇氣把電源移除 褲子被液體噴到 融化出大大小小的洞 金門京城地區18號早上7點多 發生行動電源爆炸意外 當時他還在睡覺 行動電源放在床頭充電 覺得怪怪的醒來後 發現爆炸起火 他把行動電源放到地上 卻被液體噴到 頭 手 腳都燒傷 23號 廠商派人來慰問 送上水果禮盒 並帶回行動電源 表示會由第三方進行檢驗 來釐清事故原因 後續我們去公司 我們要等到分析場 送第三方進行檢測 我們可以知道真正的 就是趙勢的原因 內建充電線 還可無線充電 甚至有許多網紅大推 吸引大批民眾購買 卻在近日接連發生 充電時出狀況甚至起火 業者莫子科技在臉書致歉 表示這項產品 有兩個序號的消費者 聯絡客服都會派車回收 更換一台新機 而全台25間店 也可以免費 減檢及更換 標檢局也將進一步檢測 如果沒有符合標準 後續會依據檢測結果 依法處理 也提醒民眾 行動電源要放在乾燥處 如果有碰撞或衰落 可能會有故障的情形 要立刻進行維修 充好電就拔插頭 避免過充 八大新聞時鐘人綜合報導